妈,你可是大学者,怎么也像一般妇女一样,八卦人家感情的事啊? 你呀,我就是关心余下,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八卦了? 哼,就是八卦。 谢谢您关心,我没有男朋友。 学业为重,这样很好。 是。 吃完了饭,苏西和林家人告辞,林九泽拿着外套从楼上下来。 正好,公司有点事,我要出门,我顺路带你回去。 你不是说下午去金海湾那边?那边好像和江大并不顺路啊。 苏西心头一紧,抬眸看向林九泽。 我要回公司拿些东西。 那麻烦林先生了。 有空,再到家里玩。 是,谢谢奶奶今天的款待。 哎哟,好孩子。 于静和林一诺一起送他出门,看到他上了林九泽的车,挥手道别。 林九泽开车,带着他离开林家,上了主路,一路向市中心而去。 你有事去忙就好,我自己也可以坐车回去。 我确实要回公司一趟。 哦。 林九泽通过后视镜扫了一眼少女的侧脸,唇角微微勾起。 车进了玉婷,在地下车库停车。 苏西下车后,见男人也下了车,惊恶地看向他。 不是要去公司吗? 林九泽走过来,领着他的手往电梯处走,淡笑解释。 突然想起来,上午已经让明祖去办了。 苏西有些无语,他一定是故意的。